可以想像到 假如整個英國的社群 對於香港1990年經歷了什麼 為什麼抗爭者要過來 加多認識的話 可能他們進入社群裡 他們會受到的認同 以及他們會覺得被理解 那樣東西會高了 其實是有助他們擺脫過去的陰影 重新融入社會 我自己的經歷就是我在香港 也有很多年在公民社會裡面 會耕耘 其實真的私底下知道有很多 例如在公會或者不同行業的朋友過了來 我一直都在想 怎樣可以累積大家的力量 令他們過來 都可以review一個公民社會 你在香港是一個政治人物 你怎樣將自己現在在英國的定位 以及HKUC的定位是什麼 HKUC是一個文化和社區道向的組織 所以我們會做很多文化和社區的活動 對於我來講 其實政治或者抗爭 其實一定都離不開生活和文化 所以我們怎樣要令到 保護到我們的身份認同 令到大家都認可 就是這個運動去到 我們要四散去世界各地 都會繼續鼓示著這種精神 可能甚至去到 就是我們下一代 都要繼續學廣東話 要了解到19年的抗爭歷史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希望做到長遠的目標 可能未來很多本土文化 或者是關於抗爭的記憶 抗爭的文化 都會被政府針對 甚至是消滅 我們這裡都希望能夠提供一些空間 繼續保育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之後會有一個電影席 真的很多香港所謂的禁片 我們會放在這裡 令到它有一個空間和平台 給更多人去欣賞 從而令到它的聲音 繼續可以留下來 其他的朋友 他們各自都有不同的計劃 譬如說在社區推薦一些廣東話的教育 或者其他不同的課程 令到這件事在英國得到重視 以及有它的生命力 所以 幫回香港 如果是香港作為一個概念 或者我們在想 怎樣是 令到我們更加鞏固到你的身份認同 從而是 令到我們的 族群更加大的影響力 我們就會在這方面做一些功夫 會不會覺得有些唏噓 就是要來到一個 英國 不屬於你的地方 是不是 才可以 承傳到香港的一些文化 或者一些歷史 我們當然希望就是 盡力去幫忙 就是香港有一些 很重要的文化 很重要的記憶 我們可以在這裏 繼續給它新命力 那 也是非常唏噓 就是這也是香港那個 沉淪的 就是所 所印證出來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都 不過我們都只能夠 適應這個時代 去做我們的工作 跟他聊天的英國人 其實都 只要他是理解香港發生什麼事 他都是非常之 最起碼就是同情 要不然就是很支持 香港人在做的事情 所以唯一要做的就是 那個沉淪率要高一些 要錄到地 以及要將到我們的聲音 是可以在不同的社區上面 更加擴展出去 所以我們有一些社區的計劃 其實都是打算做這件事 所以他們打算是 都是傾向有下以上的方式去做 那香港人其實很厲害 他們每去到一個新的社區 他們就會有一些自發的組織 無論是WhatsApp Group Telegram Group 或者是大家可以 有很多東西去 認識力很高 但是實際上 如何和我們地區政府去打交道 如何令到香港人不單止 只是在香港人的圈子上 在更加大的英國的社群當中 都可以變得 visible 這個希望 我們都希望是推展這件事 令到大家有下以上的方式 去凝聚香港人 以及在社區上面有影響力 其實還有一些人可以說 在申請庇護 其實他們現階段 還是一些在英國本地 都有一個失法的情況出現 HKUC幫不幫到他們呢 當然現在有很多不同的組織 應該是幫助這些 申請庇護 或者過來的抗爭者朋友 但是實際上 我們希望做到的就是 令到香港社群在英國 是會更加 visible 大家會更加理解 他們經歷了什麼 可以想像到 假如整個英國的社群 對於香港1990年經歷了什麼 為什麼抗爭者要過來 加多認識的話 其實可能他們去到一些 進入社群裡 他們會受到的認同 他們會覺得被理解 那樣東西會高了 其實是有助他們 擺脫一些過去的陰影 重新去融入社會 令到大家 可以在這裡 可以發揮到多一些 自己想做的事情 當然希望 未來會有多一些資源 提供到一些很直接的幫助 但是間接上 我們都希望 UCC成為 某一種的文化代表 令到大家更加知道 香港在發生什麼事情 從而是 令到 促進到互相認同 和互相認識 令到香港人 這個 可以說排便 或者是一個族群 在社會上 會得到加多認可 那說說你自己生活 現在 so far ok 是嗎? ok ok 生活都適應到 是 情感上呢? 情感上當然 就是 尤其是我寫了一本書 過去寫書的時候 都挺難捱 因為 寫書是一個需要 沉澱自己的過程 但是 你當每天都看到 香港的狀況 是弱如差的時候 就會不斷被這些新聞 去令你分心 令你陷入了一種 比較 比較 比較大富能量 其實 在寫書的過程當中 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都很 很慶幸 就是自己 能夠完成這本書 就是 給了一個時代 給了一個歷史的印記 都一定會有一部分 是情緒出口 就是 當我講自己的故事出來 其實某程度上 都代表了 香港 那個 近幾年 自由的淪陷 也會有助 就是 當這些情感抒發出來 其實大家會找到 很多共鳴 有很多香港人都會跟我說 就是他們看電影的時候 都有哭 都會其實 對他們來說 對讀者來說 都可能是一個出口 你會不會擔心 都是成為香港的禁書 絕對不擔心 因為一定是禁書 真的不用問 是不是 這些都不擔心 一定是禁書 但都希望大家 如果能夠從不同途徑買 都OK的 都聽到有些朋友 從不同途徑買到 對 對 現在是香港 將會轉入 就是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的 首間立法會選舉 你本身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究竟 你怎樣可以去形容一下 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其實都沒有選舉 你想想所有的候選人 都是要由政治警察 和你的人大常委 去審查過 他才可以參與到選舉 就是某程度上都是 如果我們用回2014個途徑 就是這麼多的難產 其實你都是 逼著要選一個 我想很多市民 其實都很清楚 他們不會投票 不會參與 不會認可 這個我想 就是現在我們需要面對 這個選舉的態度 怎樣如是 就是現在首屆 究竟還要多少屆之後 才會去回本身我們的認知 其實問題基本上就是 什麼時候才有民主 我想大家都 不會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但是我只會知道 如果我們停下來的話 民主會來我們更加完 所以我只能夠在英國 有我的身份 還有我用自己僅有的能力 希望為了我能夠早日回香港 可以讓香港變得民主而努力 你覺得你幾歲回香港 可能數二十年 或者可能再早一點都不知道 但是 我只能夠做更多的事情 是令到這件事情加快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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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言 我們下次再見 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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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 我們下次再見 有兩分 您 可以 但是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